10月26日,在美国前总统肯尼迪被刺杀近54年后,该案的最后一批保密资料如需解密,此次解密的文件共约2895份,但总统特朗普在CIA和FBI以国家安全文明的游说下,推迟解密了这批文件中的一部分。 这些文件将在未来6个月被重新审阅再决定是否发布或以不完整版的形式发布,来源是决中国特朗普在声明中称,我今天下令,终于要揭开这一层米沙,在与此同时行政部门和一些机构向我提出,由于国家安全,法律和外交的原因,一些信息应该继续保密,今天,我没有选择,只好接受这些保密请求,以免对我们国家安全造成不可逆感的损害。 他也命令FBI和CIA在接下来180天内审查剩下的命运文件,并在2018年4月26日制定新的公布日期,特朗普对肯尼迪策判案的兴趣颇为浓厚,就在公布前一天特朗普还发推,大家期盼已久的肯尼迪犯案,明天就要解密了,真有意思,也不知是否是巧合,特朗普是在通军1号上发的这条推文,此时他正要前往达拉夫为自己的连任竞选筹款, 肯尼迪就是在达拉夫被刺杀的,而特朗普的长期幕僚Rodget,StoneJR,还曾写过一本书,称约翰逊总统是刺杀案的幕后分手,肯尼迪遇刺后继任美国总统的林登约翰逊阴谋论论的温床。 1963年11月22日,同样也在达拉夫为连任造市的肯尼迪,在乘坐厂逢林肯叫车行驶,至德利广场11次,肯尼迪喉部,头部中弹,被紧急送医的肯尼迪,在到达医院30分钟后,徒被宣布死亡。 10年46岁,数小时后达拉夫警方很快逮捕了一名嫌疑人,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的李奥斯瓦尔德,警方还缴获了有其指纹的狙击步枪,步枪弹道符合警方在犯罪现场找到的三枚弹壳上的痕迹,调查还发现此人曾在苏联待了两年多,也让了这可是冷战的高潮。 一年前美苏还因古巴导弹危机,濒临核战边缘,凶手李奥斯瓦尔德然而没得美国大众消化这些消息,奥斯瓦尔德就在警方移送监狱的过程中,在众目回回之下,被人用枪打死了。 此人是达拉夫的一名涅电老板,杰克罗比,自称杀人是因为不忍心肯尼迪夫人还要回来经历评审的酒货,此人三年后因患被人在服刑中病逝,这也太吊诡了对不对? 各种版本的阴谋论应运而生,男女老少抓着些许的线索做各种推理演绎,有怀疑刺杀是古巴和苏联指使的,有怀疑是某反错位的约翰逊副总统指使的,有怀疑是因为入侵古巴失败而对肯尼迪怀恨在心的CIA指使的,还有怀疑是美国飞帮指使的,毕竟他们记恨肯尼迪弟弟在司法部的打黑风暴,还有将老头指向肯尼迪妻子杰奎林的,说他平常都很少随丈夫出访, 为什么偏偏那天他要跟着飞去达拉斯?肯尼迪双节奎林在肯尼迪造立现场盖洛普的民调显示,从1976年调查重启到2000年前后,超过70%的美国民众都柯南般的坚持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奥斯瓦尔德的背后肯定还有更大的阴谋和真凶。 1976年,国会又组织了新的调查委员会,该历史两年的调查更关重了一些阴谋论,最后结论仍称奥斯瓦尔德的确是独自行动,这背后也没有古巴、苏联、CIA或者其他组织的阴谋。 不过该调查称很有可能有第二名枪手开了枪弹位击中目标,但1988年,苏法部通过分析事发现场的录音弹,推翻了这一结论,此后,很多阴谋论也被更科学的鉴定方式给否定了,这包括,一,击中肯尼迪的第一枪,和击中周长的,是不是同一颗子弹,如果不是是不是有别的枪手,弹道和伤口显示是同一枚子弹。 二,为什么肯尼迪后脑中枪,录像上看起来它是前额裂开,而非后脑裂开,因为子弹进入口只造成了骨裂,出口才造成颅骨破碎。 肯尼迪大脑X光片显示大脑收缩的方向也显示,子弹是从后脑进入。 三,为什么肯尼迪后脑中枪,录像显示它是向后倒的,子弹入脑造成刺激神经,前身肌肉收缩,而后背肌肉比身前的肌肉强壮,收缩造成身体后倒。 四,是否如很多现场的人所听见的,有第二名枪手从草坪的渣浪后面开枪? 没有,如果是从渣浪处开枪,必须是肯尼迪前额重担,但前述证据否定了这一点。 五,为什么很多人听到了不止翻声枪响,在得力广场的试验显示,这很可能是回声带阴谋论的问题就在于,你很难彻底杀死一个阴谋论,更何况由于CRA和FBI的要求,调查的一些结论和资料没有公开, 情报部门令人想想的遮掩这些保密材料之所以能在今天公开,都是因为一部电影,解密的决定是美国国会在1992年做出的, 美国老百姓关于此案的各种阴谋论的猜测和推理,在1992年达到顶峰,这都因为他们看了这部电影,奥利弗斯通导演的刺杀坎尼迪, 在电影里,浓眉大眼的检察官沿着蛛丝马迹,顶度重重压力,推翻了关于此案的结论,揭开了一个惊天阴谋,电影刺杀坎尼迪海报, 但电影只是电影,专家们批评称,剧本过于依赖一些编道的开想和情节,脱离案件事实,在这么精彩的电影面前,两项奥斯卡奖和六项奥斯卡提名,谁会听专家的呢? 由刺杀坎尼迪发酵的公众舆论,使得美国国会在1992年决定,所有保密文件在25年内,也就是2017年10月26日之前,向公众开放,关于这起案件调查的全部材料,约有500万页之多,26日公开的材料都是其中的一部分,也是最后一批没有全文公布的材料,在1998年已有约6万份文件被全文公开,而今年7月此案的63810份文件也被全文公开, 这些材料在美国档案馆网站上可以公开查阅和检索,其中大部分都是CIA和FBI在与此案相关的调查文书,今年7月份解密的文件,虽然没有太多猛料,但也说明了为什么CIA和FBI那么不希望这些材料公之于众,毕竟这些文件包括了一些引人狭想内容, 1. 策杀时,达拉斯的市长曾是CIA的线人 2. 策杀案一年后,一名苏联克格国情报员叛逃美国 CIA一亿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在非监狱审讯了他4年,因为时任CIA反间谍部门的头头坚信苏联与策杀案有关 而这名克格国的所谓叛逃和供词是被苏联派来转移视线的,但审讯没能做时这一结论 3. 一名CIA官员曾质疑,关于肯尼迪刺杀,是奥斯瓦尔德一人所谓的调查结论,这就带出来的问题,那CIA到底知道什么类情? 4. 长期跟踪研究此事的前,纽约时报记者DHN和福吉尼亚大学教授Larry Sabato在读完文件后,认定CIA当时阻碍了刺杀案的调查,而且略过了古巴事案的可能性 4. 奥斯瓦尔德1959年前往苏联,但CIA没有按惯例立刻建立关于他的监视档案,而是推迟了一年 CIA官员在调查,当时没有和调查官员提到此事,而在1978年的调查发现这一点时,CIA官员在作证中也说自己无法解释,为什么会那么久都没有建立档案 5. 一位长期关注此案的研究者,才冲七月发布的材料中,有一些本该发布的CIA关于奥斯瓦尔德的文件莫名已失 多位长期关注和研究此案的专家都表示,新材料很难有什么让人太震惊的内容 不过很多地下也的确显示CIA很早就有件事奥斯瓦尔德,并非像其在调查时所说的那样 好像此人是一下子冒出来似的,奥斯瓦尔德是否是CIA的特工 那么问题就是,即使奥斯瓦尔德不是受苏联在古巴指使,那么CIA是不是也要对此事负责 毕竟他是在CIA的监视下刺杀了美国总统 此外,福吉尼亚大学教授Laren Aboto在JDBS采访时表示 CIA的顾虑可能也是不希望发布一些涉及到其线人及其CIA工作方式的信息 而最新发布的材料,可能为奥斯瓦尔德与情报部门的关系一点提供注脚 比如,奥斯瓦尔德在刺杀前的六天墨西哥城之行的细节被披露 CIA曾在墨西哥城截获一通电话 发现奥斯瓦尔德在1963年10月1日曾用别角的俄语与苏联使馆的警卫员通话 向他通报了自己的姓名并宣称自己在9月28日 曾在大使馆与苏联领事瓦列里弗拉基米若维吉科斯基科夫交谈过 CIA关于奥斯瓦尔德墨西哥之行被忘录 他在电话中请问那风发到华盛顿的电报有什么新消息 警卫员回复说已经问了,但没有得到新的回复 NBI认为奥斯瓦尔德前往苏联大使馆是为了救美国护照或签证问题寻求苏联协助 CIA选任赫斯基科夫的身份是一个克格勃官员 他参与的一个行动显然受到了克格勃十三支部 负责别报破坏与暗杀的支持 克格勃干部一般不会在苏联大使馆公然讨论敏感的任务 但根据美方掌握的苏联军事情报操作规则 对于非常重要的情报人员 克格勃干部可以利用自己作为伪装的公开身份进行联络 此外,最新公开的文件包括了关于CIA谋划暗杀共产主义领导人项目的冗长报告 以及涉及成千上万美元秘密项目的数十页收据合计账目 许多项目直接针对古巴 其他的还有多米尼加共和国、刚果以及南越和北越 另一边,根据SBI新奥尔良分局的备忘录 NBI的达拉斯分局在1963年10月爱沙一个月前 曾试图追踪奥斯瓦尔德 一名探员写道 之所以注意到奥斯瓦尔德是根据古巴的消息来源 并且将这个信息转给了达拉斯当局 FBI新奥尔良分局备忘录 根据时任FBI局长埃德加胡佛的备忘录 FBI曾预先警告达拉斯警方注意一份对奥斯瓦尔德的死亡威胁 但警察没能保护好他 昨天晚上,我们在达拉斯的办公室接到一通电话 一个男人冷静地说他是一个有组织的杀死奥斯瓦尔德的委员会成员 在我们事先警告达拉斯警方的情况下 奥斯瓦尔德还是在今天被杀 这是不可原谅的 我担心会有很多搞民权的人大做文章 因为他被杀时,被讨着而且没武器 胡佛说 胡佛是FBI第一任局长 并在这个位置上一做就是近半个世纪 全是遮天 有传言肯尼迪想削弱FBI里胡佛的权力 移除FBI前局长埃德加胡佛 胡佛开始担心阴谋论的传播 一方面,政府可能应该释放一些信息 以说服公众 让他们相信奥斯瓦尔德是真凶 但另一方面,他也注意到这些信息可能影响到美国的外交 例如,情报部门曾截获奥斯瓦尔德打给墨西哥城古巴大使馆的电话 但那只是关于签证问题的 他还曾写信给华盛顿的苏联大使馆 提到了他曾被FBI问讯 这些信息与暗杀并无直接关系 但如果放出又会有外交上的风险 所以建议不要发给总统委员会 而是放在司法部报告里 事件至此 肯尼迪玉次案的幕后真凶究竟是谁呢? 公开材料披露了曾任CIA第六任局长的理查德赫尔姆斯 在1975年参与了一项谈话 1952年赫尔姆斯成为CIA负责秘密行动的计划处处处长 后又升为处长 经过一番有关越南的讨论后 曾担任沃罗委员会顾问的律师大卫贝林 开始转向询问CIA是否参与了刺杀肯尼迪的行动 贝林问 好的 现在 我调查的最后一个方面涉及到CIA在某种程度上 阴谋参与暗杀前总统肯尼迪的指控 在沃伦委员会驻 约翰逊总统下令抓办肯尼迪案的总统委员会存在期间 你是秘密行动计划处的副处长 对吗? 赫尔姆斯回答 是 移除赫尔姆斯对话文件 贝林接着问 关于暗杀肯尼迪总统 是否有任何信息 咬名奥斯瓦尔德在某种程度上 是一名特工或CIA的特工 到这儿 文件戛然而止 徐立同 烟传若兰对此文有贡献 世界说谎一翻 发自美国华盛顿特区了解全球局势 世界去文